台湾省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作为我国如今的第一大岛 却因为种种原因流落在外 除了大家熟悉的台湾省之外 目前我国仍有五大战略要地必须收复 那你知道是哪五大战略要地吗 就让我们跟随视频一起去探讨一下 在观看的同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一 遗失的外星安岭 外星安岭古城为金阿林 意思就是白色的山 它坐落在黑龙江的北部地区 如今是俄罗斯阿姆尔州的北部领土 此地自古就是我国蒙古 契丹 女真等游牧民族的聚集地 它如今被改名为斯塔诺夫山脉 该山脉全长约725公里 它自蒙古高原东部 一直绵延到鄂霍茨克海沿岸 最高峰海拔约2482米 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 森林也处在最原始的状态 境内主要由真叶林和白化为主的阔叶林组成 从高空俯瞰 外兴安岭山栏叠仗 林莽苍苍 一派原始粗犷的风貌 在清朝康熙28年 清朝与沙俄签订 中俄尼不楚条约 两国以戈尔比齐河 俄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清朝国力急剧下降 这也为沙俄夺取太平洋出海口 提供了契机 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之下 清朝被迫签订 爱魂条约 这也是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的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也导致两国的界限 从外兴安岭变成了黑龙江沿线 我国不但失去了整个外兴安岭 同时 外兴安岭与黑龙江之间 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也在我国版图失去 这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 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惨案 所以说收复外兴安岭 是我们及后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南海之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是由三沙市统筹的海域 也是距离我国大陆最远的领土 它北起雄南郊 南至曾母岸沙 西部为万岸滩 东部则为海马滩 其海域面积高达88.6万平方公里 早在公元前的汉武帝时代 我国古代渔民就发现了南沙群岛 并在随后的岁月里 在此处开展捕鱼作业 可是近代以来 由于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技术的成熟 其丰富的资源自然让周边多国始终寄予 且该群岛西南侧便是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 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船只 南沙群岛便是必经之路 其航运价值可谓是不可估量 虽然中叶岛 西越岛 马桓岛 南维岛等岛交 岛交仍被他国非法侵占 但是目前我国已开始陆续收回多处岛交 并对收复的岛交进行了吹田工作 就比如吃瓜交 在2014年就已进行了吹田 如今岛上已建有机场 码头 雷达站等军事设施 早已担负起了南沙前哨的重任 如果南沙群岛全部被我国收复 那么我国南海的防御也将更加牢固 对于我国的经济及战略 都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西藏的小江南 藏南地区 藏南主要是由我国挫纳 龙子 莫托 茶余四线组成 其面积约为9.3万平方公里 藏南只是个统称 因其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南部而得名 也是因为于布丹 印度 缅甸 以及我国的交界地带 所以 这里有些地区也被印度所控制 藏南地区拥有大片的森林 植被覆盖率可达90%以上 是我国三大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因此 这里的降雨十分密集 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 在西藏地区 由于高海拔的气候 当地只能种植青棵之类的作物 但在藏南地区却有所不同 这里种植水稻不仅可一年三熟 甚至种植甘蔗 香蕉和芒果等亚热带作物也能盛产 而且由于水量充沛 这里的河流也是十分湍急 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就从境内川流而过 并为下游的阿萨姆邦以及孟加拉国带来了丰富的水源 所以 这里也有着西藏江南的美誉 是整个西藏自治区不可多得的聚宝盆 由于英国人非法炮制所谓的麦克马洪县 独立后的印度 一直坚称藏南地区属于该国 并一直派兵进入这一地区 这也导致与我国产生摩擦 在我方胜利之后 由于大片的山脊阻挡了我方的补给线路 因此 我方在此并不适合驻军 在我方撤兵之后 印度却开始大量移民该地区 并在此建立学校 修建公路等设施 四 我国曾经第一大岛 库叶岛 库叶岛位于东北地区的东侧 曾经是我国的第一大岛 不过这里如今却被俄罗斯所掌控 也被改名为萨哈林岛 这是一座成鱼状的岛屿 其南北跨度约有950公里 东西跨度在6至160公里之间 面积可达7.64万平方公里左右 如今 岛上也没有了中国的建筑元素 大部分都是俄罗斯风格 与日式的建筑遗址 岛上经济至今都不算发达 市区中心还算错落有致 但郊区的建筑和公共设施 却显得十分老旧 虽然城市发展不算理想 但库叶岛周边的水质却非常好 这也给大马哈鱼及蛙鱼等鱼类 提供了良好的繁殖环境 从而带动了捕鱼业的发展 如今年累计捕捞量可达800万吨左右 而且岛上森林资源丰富 其森林覆盖率就超84% 木材及木材加工自然也成为了库叶岛的一大收入 由于岛上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 岛上的矿产资源也得到很好的保留 目前锦岛与北部探明的石油储量就高达70亿吨 除了石油资源 像金、银、西等金属矿藏也是非常庞大 绝对是我国曾经不可多得的保岛 只不过在1858年和1860年 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爱魂条约 以及中俄北京条约 导致库叶岛至今仍被俄罗斯所继承 5.台湾咽喉钓鱼岛 自古以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一直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它主要是由钓鱼主岛、北小岛、南小岛、赤维鱼、黄维鱼等71个岛礁所组成 岛礁面积总和约为5.69平方公里 其主岛东西长度约3641米 南北宽度约1905米 其面积为3.91平方公里 它距离温州市约356公里 与台湾省基隆市约190公里 这里海水不深 普遍水深在140至180米之间 因为盛产绿漆马面屯 建坚枪乌贼 短尾大眼雕 高级管边虾等水产 所以这里也成为江浙户渔民重要的捕捞场所 由于没有进行开发 岛上依旧十分原始 神农峰与高华峰 就是岛屿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为山峰的存在 使得降水在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区 汇集形成了四条小溪 也是因为水量充沛的缘故 这里也生长了钓鱼岛杜鹃 古马尾山等稀少植物 同时也给众多的鸟类 提供了七夕之地 虽然岛屿的面积并不大 但是囊括的海域面积 却将近17.5万平方公里 与我国贵州省的面积相近 在近代史中 钓鱼岛曾被日军侵占 在日本失败后 在相关协定中就明确了 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 但日本方面却没有遵守当初的承诺 这也导致我国爆发了多次宝钓运动 虽然我国对钓鱼岛以实际控制 并会对该岛进行日常巡逻工作 但依旧有某些国家在虎视眈眈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